乌克兰最年轻的副总理费多罗夫今年31岁 同时兼任乌克兰数位转型部长 英国BBC 22号报道 费多罗夫表示 乌克兰政府已经呼吁银联等中国公司 停止在俄罗斯的业务 但尚未收到回复 目前美国线上支付巨头PayPal 国际信用卡公司Visa和万事达卡 都已经宣布暂停在俄国的业务 PayPal执行长舒曼 17号特地置信乌克兰副总理费多罗夫 表示已经扩大该公司在乌克兰的业务 开通乌国公民和难民 能从海外接收资金的服务 费多罗夫在推特公布了这封信 并写道感谢支持乌克兰 支持和平 费多罗夫三月初也曾用简体中文 在推特向中国迎联喊话 停止使用写钱 停止在俄罗斯的服务 不过至今未有回应 新唐人亚台电视张瑞珍综合报道